吉隆市平浪桥附近的边坡 在下午发生大规模的山崩阻断交通 目前锦销已经前往救援 相信情况我们连线记者许惠美 惠美请说 好 主播透过我们掌握的最新画面 可以看到这个惊悚的画面 当时是有民众说前方其实有这个土石开始崩落 后来大家很经营的车子一直往后退 可以看到画面非常的惊险 因为当时有一位民众就在这个崩落的山体旁边 后来因为这个崩裂崩落的状况 非常非常的严重 越来越扩大的一个情形 所以大家赶紧退到后面 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山头的大坯的土石 就往下来砸落的部分 这画面真的非常的惊悚 而且可以看到画面中的左手边 其实那边是一个停车场的部分 当时有非常多辆的车子遭到这个掩埋 目前我们得知当时计程车上 其实是有人在里头的 因为附近的民众赶紧通报 他们里面的计程车的人员 就赶紧逃了出来 目前得知在逃亡过程当中 有一个民众是有轻伤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这个崩落的山体实在是 太规模太大了 而且崩落的面积还有范围 实在非常非常的广泛 所以当时据说是有两辆车 是整个被土石给推下了边波 因为这边其实是地点 是靠近这个潮进公园 也就是基隆八斗子这边的 海滨的路段这边 现在因为土石崩落的关系呢 整个道路是双向无法通行的部分 透过陆陆续续曝光的画面 可以看到当时的画面非常的惊悚 因为事发前还有车子 经过这个路段 那因为今天呢 其实基隆中午过后就没有下雨了 为什么这个土石会突然的一个崩落 而且整个就砸中了 这个停车场的部分 目前呢消防 基隆的消防局长也已经赶到现场 来作证指挥 要从各个层面来看一下 有没有就是民众有受困的一个情形 后续有最新的状况 我们将随时为您掌握 主播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